LightStyle 所以你油不要放在這邊不是有一隻手 告訴你超連結啦 那因為你要的東西就在這裡而已 所以特別注意 千萬看這個東西 不要鑽六角尖 看你要看的東西就好了 其他看不懂的話 你就把它略的看 OK 那你就把它點擊進去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你知道XL continueCtrl C 然後怎樣 把它關起來 那這邊不就是直接把它貼上去 那你就會有石線 OK 所以不用背吧 再來的話 加一個紅色的石線 那實際上只是在這個石線的下面 多一行 什麼呢 就是點Color 這個應該跟剛剛的也很類似吧 我們剛剛是intro的Color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只是它的Bolder點Color 等於什麼呢 紅色 記得RGB吧 我講過啦 反正以後你想到顏色 你就記得一個RGB的這一個函數 然後紅色的話就255.0.0 刮虎就好了 紅色就有了 再來的話 出戲 這個地方有個參數 叫wait 如果你不知道wait 是什麼 F1 按下去 這邊也會有什麼 框 有沒有 出戲告訴你 然後你這邊有這個 這個是最細的 有沒有 再到最 跟正一下 應該是 這個是最細的 ok 然後再來是四中的 再來是粗的 再來是細的 所以總共它裡面有四種樣式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有沒有其他的第五種 第六種 其實裡面沒有的就是沒有 我們只能用它給我們的功能 不可能產生新的功能 ok 所以呢 裡面的話 也許我這邊的話 要是 最 這裡面的話 我是用那個最初的實現的話 那你就找一個 初實現這個 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貼過去就完成了 那或者是說 你想說 老師 那這邊有名稱 這邊有值啊 其實你用這個名稱也可以 你輸入是也可以 等於是也可以 等於是也可以 那你講說 老師那哪一個比較好 我是覺得啦 不要用數字 你用是哦 你怎麼會知道是是粗還是細 可是你用前面這個名稱的話 他一看就知道啦 至少你英文不太好 不過猜也猜得出來 你試是數字 你根本搞不清楚 因為他不是由大到小的 而且你到時候打錯了數字 他也不理你 ok 所以特別注意 出細就ok了 那最後的話呢 要把這個框線給清掉的話 那就是什麼 XLNUM 就是直接什麼 LineStyle 等於什麼呢 剛剛好用過有沒有 把顏色清掉 剛剛是ColorIndex對不對 這裡的話 只是加上一個叫什麼 就是在LineStyle後面 加上XLNUM 他就會幫你把所有的框線 通通清除掉了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所以以後遇到框線你就不用泡了 反正呢 你這個可以用Range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用在Sales上面 當然可以啊 OK 哪一個儲存格 給一個什麼樣的框線 懂那意思吧 你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我將來 我要再把那個橫向的框線改一下 各位可以啊 OK可以實做上去 所以請各位 把這個地方 直接應用在我們的99乘法表上面 所以也是一樣 在99乘法表上面呢 做四個按鈕 當然第五個第六個 你可以自己多多玩沒關係啦 其實VPA 你要真的能夠熟練他 真的要跟他好好相處 而且做完了之後 要自己去做變化 然後趕快套用在你工作上 用久了之後 這個東西都不用背了 就像空氣一樣很簡單 以後的話就很自然的 就會在你的工作裡面出現很多按鈕 按下去就會自動 都會有這些 而且你跟你其他同事的差距就越來越大了 因為他們看到 哇為什麼你的效率提高了 為什麼你的工作你的 E-Sales裡面有這麼多怪怪的東西 按下去你的事情就完成了 為什麼我不行 馬上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99乘法表裡面 幫我做一些 1加框線 2加10線 紅色的 加粗一點的紅色 再來把它清掉 OK 跟剛剛二有什麼差別 就範圍差而已 把那個原來好像B3到H多少 然後你把它改成B2 到J10就好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範例呢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其他補充範例裡面的入門 其他補充範例入門裡面的宴會牌桌 從這邊啦 雲端白板應該都知道了 這邊其實我放了蠻多東西的 裡面其實都有參考答案 但是就是要花一點時間 在入門裡面的 然後有一個叫宴會牌桌這個地方 OK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如果你懂得挖寶 我在那個其他補充範例 放了非常多的 相關的參考的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的話 你即便Google 你也不見得Google的到 因為這東西的話 你們也可以找一下 像那個框線 VBA裡面的框線 我找了很多 網路上沒有講得很清楚的 其實兩三句話就講完了 而且不用背啦 使用框線其實沒有那麼複雜的 試試看好了